大家如果刚才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很好的话 请大家原谅 因为我眼睛真的又不舒服又看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还是靠着主的恩典过每一天 但是现在意向越来越少了 是因为时间越来越近 还有一个要做的功课 差不多有三万个意向已经差不多达到了 所以就剩下来很少了 那因为神也是为什么要这么急呢 因为知道我的眼睛速度怎样 身体怎样 但是现在我的脚会比较好一点 也不是说偶尔 也不是偶尔 就是说偶尔会好一点 有时候就是很难走路 但是还可以勉强的走过 所以大家继续为我祷告好不好 感谢赞美一祝 那我们继续昨天的马太福音第24章 那我们读掉33节 我们再从32节开始读 读到完好不好 就完成了24章 那五花果树的比喻 五花果就是代表以色列 这是神人家讲的 那32节你们可以从五花果树学到这个道理 当五花果树发芽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就要到了 快到了 同样的当你们看见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知道人子快来了 什么事情发生呢 天灾地乱 饥饿的饥饿 人的爱心越来越浅薄 没有爱这些 已经讲过了 还有藏者这些 民打民工 民打民国打国 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人子 主耶稣快来了 就在门口了 34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一切都要发生 什么世代呢 一个世代是70到80年 升学家讲是70年 当时圣经也有讲到 如果强壮的话 会活到80岁 所以以色列回归73年 所以还在80年 80之内 当时神也讲过 圣经也讲过 就是说 如果这个日子没有缩短的话 没有人能够活着的 没有人能够有活命的 大家都知道 病毒这么厉害 下一个是怎样的 不可思议了 35节 天地都要过去 当世主耶稣说 祂的话是圆圆长存的 祂的话是正确的 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到 主耶稣说 夏天就要到了 什么紧张了 就是我们这一次回家 7月就是夏天 那春天到6月尾 我这个月的尾端 好像是20号吧 还是什么 21号就开始夏天了 夏天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之后 就是应该是回家的时间 昨天 也跟大家讲 昨天凌晨的时候 看到这一项 我今天话在第二那边 就是我一直问神 神你给我一个确定 到底是是不是7月这些 然后他在7点的单位 前后那边写着 你们知道 就是说正确了 知道说 我们知道是7月 那说你们知道了 你们知道回家的时间 神圣的忘了 是哪一个月了 所以已经正确知道时间了 好 接下来上次6节 就是警醒准备 叫大家准备 进行准备 但是没有人知道 那个日子跟时辰 什么时候到 连天上的电视也不知道 人子也不知道 但是主耶稣2000年前 讲的话 只有阿爸父知道 当时主耶稣掌权了 现在当然他知道了 那我主耶稣也教导 我们这个主导 父啊 你的执意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呢 天上已经准备好了 已经好了 那地上也要人准备 对不对 叫阿尔摩斯第三章第四 第七节讲到说 上帝还没有行他的旨意 还没有行他的计划之前 他一定会跟他的众仆人 宪之门讲 所以为什么他要我们 这一大群人来解码呢 OK 就是这是阿爸父的旨意 阿爸父的计划 现在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 哪一天哪一个日子 因为我们是解码的一大群人 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知道 哪一天哪一天哪一根日子 当时没有说哪一个小时 时辰 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小时 到现在还是不很确定 时间好不好 当时我相信到时候 大概会跟我们讲 当会者是不会差不多 我可以讲说神过来过去 都有讲中国 马来西亚应该是早上 我们这边是晚间 好接下来上次七节 人子降临的时候的情况 就像挪娃的时候 所以洪水来了 有没有 刚才有讲到洪水 梦中有看到洪水 对不对 那人们吃喝完了 还有一个意向 是看到非洲 非洲的底端 那一端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也是水进去 就是有这个海啸 所以 我有看到这个一项 记得一清二楚 所以那边的人 也是会遭殃的 还有其他就 没有那么详细 就是比较重要 就是这几个 就是海水这样 然后火灾 有好几次看到火 火烧 火灾很厉害 好几次看到 上一次在 我们Alberta这边 发生的时候 神也跟我讲过 那之前海啸的时候 2005年的时候 那个燕梅姐妹 后来她跟我讲 说 莉莉啊 你知道你跟我讲的 就是一个语言 OK 38节 洪水来临之前 人们吃喝完了 男婚女嫁 一直到农瓦进房州 那一天 所以 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恍然不知道什么事情 发生直到洪水 来把他们 重复冲走 人子降临的时候 的情况 也是这样 OK 那我的电脑又在 也是这样 那时候 两个人在田里 一个将 戒走 一个被撇下来 两个妇女 OK 不一定 你们有 家 两个夫妇 OK 或者是 孩子 或者是 姐妹 或者弟兄 OK 两个妇人在 推磨 一个人将戒去 一个被撇下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你们不知道 你的主会在哪一天来 就算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准备好 也是照样的 事实上 你们都知道 如果一家的主人知道 谁会在半夜几点来 就必须警醒 所以我们知道 主耶稣就要来了 那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 那我们的惩罚是很重的 这个大家都了解 所以如果主人知道 贼会在半夜来 他必然警醒 不让贼进来 偷 对不对 事实事件 同样的 你们要做好准备 因为你们 一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所以更不用讲到 我们知道 又不去准备 那真的是照样了 感谢赵美珠 好 请大家看 journal page一下 那我就从第一开始 第一开始 那前面那边 第一那边开始 有没有我写着 昨天前天的 九号那一天的 九号那一天的 有两个已经很清楚 就是七点三十三分 跟七点二十三 那七点三十三 三三也是讲到亡了 其实七就是神圣的亡了 也是讲到七月 但是这边 我现在是讲到神圣的亡了 三十三是什么 大家看日历 旁边有日历 写最后的十天 但是最后的两天 最后的两天 第二天上天这样 二十二我们应该已经在 已经在信天心地拿一端了 二十二也是代表信天心地 所以这边的日历 也是二十二 那信天心地二十二号 那也是十三 十三就是亡了停止了 十三停止 华人的之利跟以色列人之利 是十三就是停止 那东方应该是二十一号 星期三二十一号 以色列人之利是五月十二 华人是六月十二 那西方呢 是星期二 那是七月二十号 然后是以色列在五月十一号 华人是六月十一号 好 上十三是怎样算法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二十一 星期三的 东方星期三 二十一再加十二 不是上十三吗 对不对 二十一加十二 就是上十三 然后二三呢 二三是什么 二三就是以色列的之利 华人的之利 十一号跟十二号加起来 就是二十三 十一加十二 二十三 好 感谢咱们一久 那接下来 旁边那边一点十九分 昨天前天了 前天这是前天九号的 就看到 你知道叫做什么 万记 华语怎样 就是拱门 拱门 拱门就是有些人照相 还是什么 结婚他就有这个拱门 新娘新郎就在那边 然后牧师就祷告 还是什么 这拱门 但是看到是青色的 背景还有树木这些都是青色的 青色就是代表回家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又感觉到自己在走过这个 所以就是回家 那接下来呢 这个拱门就是我们想起主耶稣的新娘 主耶稣的新娘会回家 其实有一个意象我还没有画下来 就是一个走廊这样先看到一个小孩子也不是小了差不多九岁十岁这样他就走过这个走廊然后他打开这个门所以小孩子先打开门那大人还没有 大人还有在考验当中 那接下来三点五十分的时候是这个三点五十分不是九号是十号 ok 三点五十分是昨天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是看到一个囊的囊的他的头发捲捲捲捲捲 其实可以代表主耶稣了 他的眼睛就一半一边的眼睛把它盖起来 ok 也是这个眼睛也是代表我也是这边的眼睛看不到的 那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们讲过 跟我们 跟我们讲过他被钉的时候 也给我们看到意象 他那时候眼睛一边真的变成瞎掉了 ok 那他通常眼睛也是跟我一样的一边眼睛 就是右边那边眼睛看不到 那他的眼睛就遮盖起来 头发捲捲的遮盖一边眼睛 然后当时他也有看到他的眼睛举巴都有看到 但是我也不画小举巴 通常好漂亮的被我画的难看了 那他设计服是穿着黑色的 他坐在外面屋子的外面这样在等候 然后他的手 他的手就是右边的手就是right end 他就拿出来直着上去 ok 上去了 上去 那其实这边是3点50分 完了50就是主比利 主比利完了就回家 那接下来第二那边 我刚才讲过了 就是前天那个意象 昨天其实是昨天早上的凌晨 实际上一个眼签 然后在7点的单位写着你们知道 因为我一直问神说我要给一个确定 到底我看到这个7是不是真的7月 还有5次这些 因为我也有看到8跟9的对 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应该是7月 后来他给我们看到意象说你们知道了 所以就是一个确定 所以为什么昨天意象不多了 只有11 12个 12个 然后来又加两个 那一个我就不记得是什么了 那第三那边 我是看到一个女的 没有看到 有看到喉咙 没有看到她的头 那给我看到是什么 注意她的链 她与链 一边的链是金色的 另外一边是好像银色带有一点点很浅的蓝色 银色带有 银色代表旧恩 那所以那这金色呢 金色其实是很短的 几天里面最后的几天是金色的 那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女生 她是从东方那边 是从我这边这个 呃 右边那边出来 然后看我一下又跑掉了 又回去了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我们讲说 她穿的衣服是金色的 就是说最后的金色的几天是很短的了 最后金色的时间是很短的 只有几天而已 那接下来是看到字在上面写着Travel J Travel就是旅行旅游 OK就要走了 旅游了 要出门了 然后J是正月是J 6月我们现在也是J6月 然后还有一个J就是7月 那当然今年的正月不可能了 6月我们也知道不是这个月 那应该是下个月了 下个月之后就没有了 就到明年 没有可能到明年了 OK 好 接下来第六那边是看到这个video 然后下面有字 有字了 就是看到电脑这样 video然后下面有字 然后它的字就会滑过去 滑过去 好像两次 OK 滑过去 然后又滑过去两次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最后的三个台阶里头的第三个台阶 然后第二个没有三个台阶里头的第一个台阶 然后进去第二个台阶 然后最后一个台阶也就是就是完了 所以只有短短只有两个台 还有两个台阶 我们现在是在第三个台阶 你看上面那边有没有看到顶端那边写着四十青色的四十 然后一个圆圈红色的 就是说我们只剩下昨天的话只剩下四十天 那今天的话应该只剩下三十九天了 好接下来是看到一个床睡觉的床 那睡觉的时候有看到baby在那边 然后又有看到一个婆婆 婆婆比较老的婆婆在那边 旁边应该是她的妈妈 但是是比较模糊 为什么模糊呢 模糊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在走过这个台阶 说这三个generation时代 三个世代 三个世代就代表三个台阶 三个台阶一个是模糊 就是模糊 所以模糊就是现在走过的这个台阶 好接下来就是看到一个玻璃瓶 它的盖子是红色的 是很重要的红色的 那昨天大家看第十一十三那边 这前天看到的一项就是一个光子 它的盖子是红色的 它是plastic的container容器 那上面的是玻璃的 玻璃的是应该最后一个台阶 然后盖子也是红色的 其实全部都是红 哎呀我还没有画往这个红色 其实总部盖子是红色的 对不起啊 老人了 那讲到这边 刚才是在第九十第八那边 那看到这个 这个罐子 玻璃瓶 玻璃罐子 上面的盖子是红色之后呢 就看到一个什么呢 哦这个叫什么 就是放放什么呢 这是放财务的啊 不一定是有我们的名字在里头 还有金链啊戒指啊 还有呃长叶 ok就是这是一个treasure box 就是放财务的 像你们有地啊 这些你们的license这些都是 它的证文件都在放在里面 对不对 这是一个treasure box 然后是打开的啊 那它外面是红色 里面其实在有奶油颜色 这样哦 之前有 有看到 有看到treasure box 有看到 呃 放财务的的盒子啊 那现在给我们看到 已经打开了 呃 打开 但是还没有给我们看到里面的 我上之前有看到里面的好几次了 呃 有链啊 又有文件啊 这些啊 那接下来第九那边 是看到一个姐妹 其实这个姐妹就是台湾那个观点 那个一个姐妹 她是基督徒 她的脸是 啊 是十字架的脸啊 啊 但是我看到她一半是白色 一半是黑色 我相信也不是 也我可以讲说 她大概是温温的基督徒 我从她的讲话可以讲到知道 是温温的基督徒 但是现在不是讲到温温什么 现在是讲到 啊 一边是 昂的颜色 一边是亮 亮的是在 六点的单位到十二点的单位 啊 我们知道说 啊 知道说七月有两个元签 那第一个元签呢 是到二十 到十二号 呃 七月一号到十二号 那第二个 第二个元签是 七月十三号 到啊 七月二十二十一号 那九点的单位就是二十一号 八点的单位就是二十号 所以是在啊 第二个一半 呃 这个元签的第二半 所以第二半那边是亮的 那 如果六点的单位就是十八号 七点的单位就是十九 然后再上去就二十 然后二十一 所以这个四天呢 是亮了 啊 应该是这四天吧 OK 但是我们之前有讲到 四个黑天 四个黑天 到底这个四个黑天 真的是后面的四个黑天亮啊 还是暗呢 还是黑呢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之前有讲 四个黑天了 回家 但是那个四个黑天 是哪一个四个黑天啊 因为现在就比较详细了 之前大概只是一个指示 OK 那接下来 第十那边是看到一个 先看到一个男孩子 OK 小孩子这样 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她的年纪也不大 OK 大概是可以讲说八岁九岁这样 然后她在窗口 我忘记画这个窗口 好像在窗口哪一端而已 然后呢 她的前面就好像有一个衣是粉红色的 OK 她的脸也一点也被她盖 盖住了 盖住了 大概脸也可以代表一个圆圈 对不对 代表一个圆圈 然后她的头发前面就是这样 好像小孩子这样的头发 我也不知道怎样叫她的头发 我知道有一个名字 所以她就看着我这样 然后最重要就是看到她粉红色的衣 OK 就是说 可以讲最后一个 最后这七月就是粉红色了吧 OK 那接下来 大家看十一那边 我是看到主的手 可是这个衣裳是最后一个衣裳 刚才最后一个衣裳 这是昨晚的十点十二分看到的 这主的手就拿着 好像胶带这样 但是她比较近她的手那一端是奶油颜色的 但再下去就是红色的 就一卷一卷 其实只有一条 但是它是一起的 所以就是我相信 这代表我们要走的日子 就这么多了 然后呢 在十点四点是比较早一点的 是看到有一个姐妹 看到有一个姐妹 她的背 就是侧面这样 走向东北的方向 走向东北的方向 然后她手上 她的right hand 就拿着礼物了 拿着礼物 所以意思跟大家讲说 大家一定要准备好自己 你的信心要增加 信心 爱心 爱人的心 爱上帝 爱人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 但是不爱人的话 就觉得 比如说你听到莉莉的声音 你就很烦躁 你就很生气 那你还没有爱莉莉 对不对 那你就要求主给你这个爱心 能够爱莉莉 能够喜欢听莉莉的声音 因为这是对大家都好的 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好的 因为工作一定要做完 而且回家是一种一生的祝福 昨天不是有看到 我有画下来 就是说神给我看到一下 我的城 我的就是上帝的新娘 上帝准备好的子民们 成为什么 成为万民 圣经里面讲到 万民在新的耶路撒冷 就是我们成为这些万民了 然后九的成就 九就是永恒 就有永恒的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的准备是进入了 永恒是永恒的成就 不是说一阵子的 不是 是远远远远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在这边做得好 你的工资好 不一定在新天新地拿一端 每一个月给你多少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 你的工资在另外一端又比较多 因为 所有供应我们一切 但是好像也有用到工资这样 因为怎样那边也有店 也有superstore 也有什么 也有shopping mall 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没有准备好 你到另外一端 没有钱 OK 只有一点点钱 有 有钱给你用 但是你用的 不能够吃很高贵的鱼 你说Lily啊 我才不想的吃 OK 真的吗 你到时候 Lily啊 我到时候向你讨一些 可以啊 如果有很多的话 所以大家 现在有时间 你就要准备好自己 为什么能不能够多为自己的将来 想一想呢 不要做那些愚昧的童女 对不对 也是童女 童女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也是爱主耶稣的 也是基督徒 没有拜偶像了 没有拜偶像 没有这些 但是呢 是愚昧的 不足够有 没有有 OK 油是什么 就是信心正义啊 尤其是信心啊 接下来是看到什么呢 这个已经讲过两个罐子啊 那接下来是看到第十四那边 是这个红色的杯子 很漂亮的杯子 我看到很多神给我看到杯子 真的非常漂亮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 有些杯子在好像 Crystal 你知道Crystal吗 水晶 还是什么做的 这些 好 那个杯子呢 是红色的 非常漂亮的红色 然后他的手把是在六点的单位 那六点 我们华人都喜欢红色 对不对 所以用红色 六点就是六月 华人的第六月 然后这个呢 杯子是怎样 他神就 这个杯子里面有水 里面有东西 他就stir stir stir了一半个月亮 半个月亮 大概就是讲一个台阶是半个月 半个月吧 半个月 他就是 好像他stir不多 然后看到是什么 里面是我们讲Milo Milo 之前几天不是有看到神拿个红色的池 okay baby 奶粉的那种池 就下去拿一个 scoop上来 有没有红色的 那我也不知道他用来做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就是冲这个Milo 在这个异象是在9号那一天看到的异象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讲你们可以relax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轻松一下 你打算冲一杯的Milo 喝一下 坐下来轻松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准备了上四年的弟兄姐妹们 家人 你们可以轻松一点 但是不可以懒惰 不要一直玩game ok 要把神放第一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也不是说你不能够玩game 但是你要放神第一 因为一个人只能够serve一个主人 到底你serve上帝主人 还是你自己或者是魔鬼的 对不对 如果是自己就被魔鬼拉了 如果是上帝远远属于 上帝远远是平安 远远是正义的 好 接下来是看到G 也是星期九号那一天看到的 G是第几个字母 G是第七个字母 也是我相信代表七月了 G G G也是可以说是go go是什么 go 你还可以想象吗 大家有时候你看到字母 看着字 真的上帝真的很奥妙 你知道吗 好像华人几话几话就代表什么 而且那个字真的就适合那个情景 比如说这个G G不是go吗 G orgo吗 OK 那go也是第七个字母 我们知道我们go是在七月 有没有 go走 走G是第七个字母 就是七月 七月走 那不是早就定了吗 对不对 这是神的奥秘 好 接下来是看到好像转九十度这样 就看到小三草 什么小三草呢 OK 小是三话 三 mountain 三是四话 然后草呢 草上面有草之旁是两个十 两个十字架 然后下面也是有一个草 对不对 全部是十话 好 那草呢 上面有两个十字架 那就是二十了 对不对 下面是一个草 草就是早安 早上 那好 三跟四是什么 一个星期的第三天就是星期二 一个星期的第四天就是星期三 所以这边有找到星期二 也有找到星期三 那也有找到二十号 也有找到早 OK 那我们就配合一下 那星期三是西方的上 星期三 星期二 西方的星期二 三 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三天 就是星期二 也就是二十号 OK 那东方呢 东方是一个星期的第四天 也就是星期三 那星期三 第四天 星期三 也就是早上 OK 所以草呢 配合 上那一个 然后 草呢 配合 四的 号码四的 四 号码四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 就是 我是 感谢赞美主 昨天下午真的给我休息了 通常就不能够一直看到异象 但是 真的昨天下午给我睡了三个小时 大家可以想象吗 有没有人下午睡的三 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下午睡的这么久 但是真的 昨晚我没有睡 昨晚睡了三 四个小时 然后我就 就没有睡了 到下午的时候给我睡三个小时 这是 不寻常的异象 也不寻常的 怎样讲 这是不寻常了 好 接下来看到五个 五个人在我前面 OK 五个在前面 那五就是代表恩典了 然后五呢 也是代表以色列的五月 五月十一号十二号 也是 华人的六月十一号十二号 也是七月二十二十一号 我忘记写五也是代表恩典 好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真的要回家了 感谢赞美主准备好自己 阿们